老師,我媽叫我來的女生老師 我這也不行了 我剛剛在戲上了一下 我新生猛呆子 其實我已經可以畢業了28年 但是不要想我的年紀 我永遠是承認我25歲了 然後呢,我就一直在笑 我到底競爭猛18年還是20年 以前我剛進生猛的時候 我是一個很有禮貌的老師 我都會叫各位大哥 就大哥好 就像嚇死我,昨天嚇死我了 變得年輕的,我大哥怎麼叫得出來啊 然後昨天還有一個叫我姊姊 不過,來來來,注意聽哦 我最近喜歡人家叫娃娃阿姨 你們知道為什麼? 我不喜歡人家叫娃娃姊 叫娃娃姊的不是來賣保險 賣磁箱,賣衣服 就是每天傳東西給我叫娃娃 然後呢,叫娃娃阿姨 就是叫娃娃的身體造型 所以呢,待會想要叫我姊姊的 除了娃娃之外,只能叫娃娃阿姨 好啦,我想 如果上我的床還有辦法去找 我也真佩服你們了 長得只好可愛 這麼有活力,這麼有熱情 然後講的話又非常有內容 所以我可以去找 哇,我真的也要讚嘆你醫生 所以是破準稅,有沒有聽到? 好,我想再正式進入大家 我們那個什麼人性獎金 戀金書 我那天跟我女兒開玩笑 女兒 我想由我女兒當開場白 很多人都找我女兒叫什麼外號 哇,玩樂 哇,我還以為她很紅 她叫琴妹 我有看我來鼓勵的人 所以來 在我們一個開場白裡面 我用琴妹做開場白 很多人看到我其實都沒有看過我女兒 她就說 我老師,你的琴妹好優秀 所以我來打 她就說 哎呦,他們說得真老實 那我想 這個就是一個媒體的宣傳 我把它包裝的太好 在我們正式 真的 在我們正式進入今天的課程的時候 我告訴大家 再去上個月而已 上個月 我今年快度17歲 然後我們公司有一半以上 就我在HAPPYER 有一半以上的夥伴 應該都比我知情很多 都是很年輕的 都是那種 長得很漂亮很帥 或是很會做MV宣傳 他們網路行銷 他們拍的照 都是不可思議的漂亮 所以剛剛其實 超姐給我很大的一個省事 在2017 就是其實 不是從2017 我大概在兩個年級 我就告訴我自己 我有一定的基礎 可是我必須想想想扎根 就是我必須年輕化 我希望這一點 送給前面 跟我的年齡怎樣的大哥們 但是 哈哈 但是 不要勉勉你後面的 就是有很多要叫我娃娃姐 或是娃娃阿姨的 其實你們擁有很多的資源 只是看你如何去善用 那我要告訴大家是 從 我上個月破下我人生的紀錄 其實是真的人生的紀錄 我夜休九天 所以我上個月宅上二十一天 然後其實我宅兩個位置 大家會以為我在HAPPYER 花八百萬裝潢 都是很大 沒有 我們店有組的造型師 所以呢 大家都公平 其實現在任何一個年輕人 他都要求公平 這個是我非常心難接受的 我是知道上三個月才好 又多了一位助理 所以我現在帶著兩個助理 兩個特助理 然後其他我們說的設計師 都是一個人 一個位置或兩個位置 我好一點 偶爾給我三個 其他我說的條件 跟所有的造型師都一樣 但是我實際上有的 我做二十天 我做了五十六萬的業績 很多都很出貨 但是我簡單的是重複做 剛剛我們總監說的 簡單的是重複做 我每天都會有新的方法 就是所有的新的方法 就是新的思維 我今天站在SUR 我告訴你們 哪一家廠商怎麼樣 我只告訴你 如何把你制裁 畢視場NPP的東西 把它變成就是 你應該要練習的東西 我想的只有 我沒有這些的 就是我告訴我自己 我想的只有我娃娃娃娃的 我的特質在哪裡 我熱情活活活活 那我怎麼辦 我比不上年輕的 的時尚感 跟他們拍照 那怎麼辦呢 來 我手上的D.R 你可相信 你可相信的鬼 也不要相信那個 表情 這位是亂講 你可相信鬼 也不要相信女人的D.R 所以 我用了很多的工具 去讓很多人相信我 所以等一下大家要不要 找我報 所以呢 那再講一樣 在這一年到去年為止 我開始推我們的客戶 就你們在這個客戶 我可以行銷 你們知道為什麼 因為在一年前 我毀了要拍形象之後 好可憐喔 我們HAPPYL他會給 50家電分店的身體師 比不同的比賽 就比燙法特比 懶法特比 然後 因為燙法特比 跟懶法特比 我雖然我上面懶了200個客人 可是我們公司有Miyaki 你們有沒有聽過Miyaki 一個月 一個小女生 大概今年30歲 自己也不小 她一個月可以做300萬的練習 我怎麼跟她一樣 所以呢 我只能去想 我的想像在哪裡 販賣 啊 你們的客戶 如果只有退工用財 你們不可能業績高的 你必須讓你的顧客 每一個都可以跟小女老師一樣 跟我一樣 會販賣 那你的賣賣的產品 你快的才會快啊 所以呢 我貴了 拍那張還行像照 就是可以幫到我們店門口 我饅足全力 我就每天告訴我自己 我要設定怎麼樣 那我們都設定的是 你進來100個客人 只要100個都有買 他金額多少都沒關係 那他就可以 就是一個特殊 後來我真的打造全盤的第一 那我就為什麼拍那張張 就又不用拍被人醜 哈哈哈哈 我好難過 沒有 那我看我FB的都知道 但是我覺得 那就是一個開啟我 欸 我覺得 開始設計師應該從業務行銷 除了業務行銷就是產品的行銷 以前的客廳呢 你只要做10萬 能夠賣出1萬 這個設計師就是厲害的 就是 那其實日本 那台灣沒有 你們先去統計一下 我在教課的時候 跟我們的客戶群 我跟統計 好弱 但是他們其實可以被開發的 那我要打這個開場來告訴你們大家 去年如果我開到商業行銷 我們的客戶很多人賴我 他跟我說他賣了多少產品 其實我們有時候客戶 客戶是我們會開群組 那因為有人會怕我 因為我是那種要求員工 我包括他對外型都要求 我對我們的客戶 我對外型都還要求 所以有人說 來上華老師的客戶都會特別漂亮 那因為我認為這是你一定要的 所以 包括你們 不管你是資深的 大哥 還是那些 我希望你們要拿出 你們自己 站出來 就是你是深紅的套 我覺得這個概念 是我每天見識 我每天都是這樣唱完 我的帽子大概有50點 就是我頭髮沒辦法洗的時候 我會帶包子 然後呢 所以去年因為這樣之後 我發現 我必須在這一塊去 往下加分去 讓我們的客戶 也真的可以賣出我們的產品 那你才有辦法 醫生呢 你要套公用材 我打一個月 上個月我懶得兩百個頭 這個月呢 當然就沒有了 不過你們 還在幫忙叫 跟我到公司 媽媽你 你這個月為什麼都這樣啊 你這樣太弱了 你要像上個月這樣 我們家有一個經理就是他 他拿著我的排行榜 一直跟我看 你只是北二區第一名 全快樂第二十名 都不跟第一名的比 我們家的經歷 我有私人的經理 難怪我要做得好 所以你們要設定一個 你要的私人經理 是誰 你每天跟自己比 好 今天我們來說 我們現在真實進入 那你不要 我記得我剛進深紅的時候 我跟佑大哥的舞蹈的時候 我去告訴我自己 如果我今天是業務 我相信很多客戶會喜歡我 那我要用哪些方法 來讓客戶喜歡我 剛剛小玲其實列了很多PowerPoint 但是PowerPoint 不是我的想像 我的想像是真心器 我希望用我最 真的希望大家很好 而我也覺得這些方法 你真的可以達到 所以我列了幾個方法 第一個 每個玩FB的請舉手 一個兩個 天啊你們那麼年輕 除了是蘇姐 哈哈哈哈 蘇姐 不好意思 跟我同年的就是不年輕 不應該沒有FB跟LINE 你們知道為什麼嗎 你的客戶群有很多在FBPO東西 你的客戶沒有人 會沒有LINE 而這個是讓你可以一直在 意識廣告的心情 早上我跟Michael講說 其實你們必須了解 我們的 我們不批評對手 但是你必須了解 現在業界出名的那些廠商 他們推的東西是什麼 我幾乎都知道每一家廠商 雖然我心在深厚 但是我會去比較 然後我們要拿什麼別人的想像 我們要拿什麼既有產品 去跟它競爭 我就必須想方法啦 這個就是我們的職責 那各樣的歐華老子 都可以有這樣的職責 我說放你們是聖誕身胸 我要一 outro一半的血 可是添HAPPY HAIR 我是唯一一個被認可 就是可以有兩個公司的 我在HAPPY HAIR 真的 我們的公司是 不然 但是我是唯一的 對 我是唯一的 耶因為你能力好的時候 直接敢拿我怎麼樣 我就是審 denn 我覺得我非常的用心 在快樂集運了 我是非常的用心的喔 所以呢 我現在告訴大家 我都一半的靈魂 我都想盡辦法了 你們是全部的靈魂都在障礙 我想方法 阿姨會生氣喔 所以我要講SB 記不記得 其實我記得在兩年前 我曾經不小心做了一件事 但是讓大家的吹風機 你抽選整個賣一萬 我聽到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在賣一萬嗎 就是 是不是 那種萬族對不對 跟著到現在還沒有人說我半族 而且這一天是真的是 就是很奇怪 我就剛好看到南部的人後 然後我就管他 反正我這個人就是想做什麼 我就是行動牌 我馬上衝下去 我們會改說 副理 偷了 我馬上偷馬上賣 但是很不曉 我不知道 我只資產不能 怎麼辦 但是 那些我們都不要管他 我只管的是結果論 因為我做的是廢的事 我帶動的是整個 譬如說我一通之後 很多客戶本應國 然後我們同事馬上說好 就很多我們的學員 因為我跟 為什麼我告訴FB的重要性 我到任何一個單位 那夥伴跟學員 全部都不買 FB的 水果不是我不賣的 你們都懂我做聯繫嗎 那你們等一下 沒辦法老師加著自己加啊 好 我的力量很強大 我FB我再看到是 老派設計師嗎 手女派設計師 啊不是 資深派設計師 那我戰術最高的 我隨便一天玩 幾乎高了五年 那是500、600 我完全沒有買票 我也覺得很神奇 但是那是精靈啊 所以我那一天 吹風機一砲下去 好恐怖 我發現全省的很多的學員 就不是你們 是真的學員 那學員就是你們的客戶啊 我也是你們的客戶啊 所以我的心情 就是一般的學員的心情 只是我比他們 再漂亮一點點 再厲害一點點 這樣可以嗎 可以 但是心態心仰的 所以呢 我就發現好多人轉天 一直分享一直分享一直分享 我就好興奮 我靠 原來這個力量那麼大 所以我更相信 這個很厲害 我聽說 好像吵得真的好熱 這個熱賣萬主 總之我一直在等待 我一定要守護一桌 開玩笑就是 但是我不要拿這個 是告訴大家 為什麼要拿這個當開場 你們知道歐萊德 歐茶的 他成型是一點不平常 可是我覺得 經典不樂 因為沒有話 他們永遠都講了一件 自己不要死的 昨天 我到我們的那個實驗室 我才知道 原來很多的 你也問到我的店 去告訴我什麼 改變OEM很簡單 或幹嘛 我昨天 我以後天很嘎聲 我昨天跟我 我老婆說 我昨天去參加那個 實驗室跟 我發現 我可以有很多的想法 因為那是一個 賣錢的工具 什麼叫賣錢的工具 接下來我要講的第二個 你的雙卡的運用 你問我厲害不厲害 我昨天其實一出現 其實一出工廠 我馬上會鑰匙 難道我們手上沒有 工廠這麼專業 這麼衛生 這麼安全 這麼的那個醫院 他說有啊 他說有耶 可是我真的 請問我 我們真的有沒有用 有沒有 有沒有 因為你們知道為什麼 現在其實靠我 像技術的設計師 他有一些素材是 一定要專業跟安全 所以我說 縮卡的運用 你們自己要準備 這不是公司給你的 有一些事情 有一些 是公司提供給你 其他的 是你要進去創造 所以你縮卡的運用 主要縮卡的運用 就是剛剛 靖遠在說 欸 你拿著工資的 其實很多 很多其他廠商 他做的也很漂亮 我們會來 我們會有空 到會來 我看一堆 什麼 剛剛他說什麼 索威爵士啊 什麼很多家都會有 尤其現在在教育的 新的年度 很多家都會有 那你能不能創造術 跟其他家不一樣 就是你自己做 我都自己做 我在推一些東西 我全部都是自己做 你自己做 當然無憂能夠 做完以後 成為你自己的範圍 你拿出去是 用這樣的縮卡去運用 是這種安全 我覺得我昨天看到 其實工廠 跟那個 給我很大的衝擊 我覺得明年 我在各大會教課的時候 這一塊也是會 會我主打的 我真的覺得太感動 因為我一直以為 靜音是湯喇喇 該天窗 我聽到的消息 但是不是我們公司 我是說外面 他們一直都會 台灣的OE 跟我們這樣 那我一直認為 難怪很多的設計師 他只相信進口的 台式 那我們 深根本土 我不保證說 我超級愛台灣 但是我覺得 我們深根本土 我們有這麼好的 公司 這麼好的 力氣 這麼好的 怎麼沒有好好運用 真的是 我們可以共同去思考 還是我們利用我們的美工 去把它做出來 做得很美 大家都可以 這是一個我想到 然後呢 FB的運用 你們所有的 要跟你的顧客 跟你不管是誰 都跟他家 不要只加20歲以下的漂亮妹妹 懂不懂啊 所以呢 所以大家可以問小林 可是我旁邊那個是誰 我只知道 所以我問他 小林的女兒 哈哈哈哈哈哈 不玩笑 不玩笑 任何一個 尤其必須說 你們要進到這家 陌生拜訪的時候 拜託你們做你們功課 去查一下 那講給誰是 最有力的 宣傳人員 如果我們見到的是我 那要打敗我們 我們這樣的設計師的心 其實我告訴你 我常常 其實假如我怕業務來 我就躲 新的業務 因為我很容易新工 不是因為他帥 那如果劉經理這一種 我們家也會新工 可是真的 真的帥嗎 然後 但是其他 我經過都會躲 那 我告訴大家 怎麼打 都我們知道 先做功課 其實現在 FB可以很快收取 比如說 好小林的店家叫什麼 就是收取 你就可以知道 那一家店 大概誰電機最高 誰是最紅 從那下手 如果是我很簡單 檸檬 無糖 就可以打動 你打動 不是 無糖 我怕他有天 快變 對 我告訴大家 是不是開玩笑 你只要 你去打動那些沒有幫助的 我說寫實一點 你打動我 你知道你打動我以後 太簡單了 因為現在每一家 SALO每一個 他們都會有群組 自己的群組 我馬上PO一下 你們想不想 有什麼樣的東西啊 大家都會加一加一 幾乎都這樣 所以呢 然後呢 我的身邊都是高彥霖的設計師 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夠良性修正 所以我們也常常在討論 你覺得什麼樣的東西好用 然後你要打動這些人 太簡單了 因為我們看到的是感動業 跟就是那個 那個差點說有心 其實我非常 其實經緣剛剛那個人 不會被他打動 我打皮靈啊 我天天 天天養霧 然後又有說新人 對 我很容易被新人打動 就是那些年輕人 哇老師拜託給我機會 這樣我也很容易被打動 所以其實他們要很多的方式 假如你面對的是老客戶資深的 比如說像我 你跟我已經很優格 把他反應上上放LINE給我 你們的新產品 還是你們新的力氣在哪裡 還是你們有沒有什麼活動 其實我都會看 只要是想成功的設計師 他你都會看 所以你們把他規格 如果是資深你是首客戶 你就去LINE給他 LINE 新的呢 調查一下 這一家店 其實太簡單了 不要弄為調查不簡單 隔壁的店家問貨 我在我們HAPPYER的板朝中 應該沒有人不知道 快樂的情報 所以其實你調查一下 你就知道 MAY家店最有影響力的是誰 很簡單 那再來還有一店 我不好生拜訪 是我自己想的 我自己想說如果我是業務人 進去大事很忙 我跟你講這些女生太好打動了 媽媽 你知道法在哪裡 你們這麼好我幫你找個店 如果我敢這樣做 如果你敢掃這樣地 我告訴你 不要忘記 其實MAY小姐真的很簡單 因為我在MAY相處28年 我店有資深的 有年輕的 你知道你要怕喜歡的話題 那些老婆啊 我公身比善他啊 那些Yuki的就說 欸妹妹你們的髮色好看的 你們什麼什麼 然後再來 留意的小姐都很 還小點移 因為思想會 貴了不會 絕對內心想 你們給我新品拿去 我告訴你 真的有效 但是不要拿紙拿給貴台給你 你看 應該我不好 你看我現在也要抽點錢 這樣好不好 放個幾個禮物 一定要告訴大家打招呼 然後呢 隨坤的禮物 禮物也可以提 隨坤你貓起來50塊 我後面送了大概一買包出去 哈哈哈哈 隨坤很大 現在你要領得出 那個一個頭帶 很大帶 但是看起來就是胸 那個老闆娘一直說 哇這個業務 然後他好剛心欸 沒有我想到的都是我自己 如果我是你們 我想要怎麼做 欸我也想 我是我的客人也是 我都送到門口 他們都問我有沒有送東西 我就也有送到門口 哈哈哈哈 還是過一年我真的要送 過年的那個月我真的會 那這就是我剛想到的 就是 你怎麼去切入 我覺得如果這樣切入 我剛才沒有 因為小姐太好搞定了啦 沒有追湯也簡單 哈哈哈哈 只是我早就被追走了 所以一定要追了 哈哈哈哈 然後開玩笑 那追苗月小姐也簡單 後面的新的那個 我告訴大家 那個年輕人要追 而且真的 苗月小姐再簡單不過 你們知道為什麼 因為所有的時間都在拿 能打動她的心 其實真的很簡單 但是有一些大型店 或是比較要求的 她現在真的會要求品質 安全專業 那我覺得這一排 我們生活企業完全沒問題 其實我在跟顧客聊天的時候 我會告訴他們 很多人喜歡用金紅銀牌 那我就覺得斐尼索失 我也會告訴那些客戶 我說你們去看看 這些歐美的模特兒 你看到這個給我 那些客戶外的跟顧客 還沒有在那裡 對吧 所以當然是法性 因為我會很大 才有這麼多的 所以法性怎麼會一樣呢 當然我們生活 而且我會告訴他 我們都是 我們是外銷全國 多少的銀行 多少的銀行 都是用我們的 所以你為什麼不想去跟路 我二妹跟汽車 我二妹是 我二妹我自己的二妹 其實我們家中米姐妹 全部都同在這個行業 你要三個姐妹都可以 我二妹跟妳說 腳很厚 我二妹講話跟妳更抬 抬頭 妳要自以為是 用進口品來業績做什麼事 我用妳們資產 就用到俠俠叫業績還這麼高 我怎麼不可以亂講 這就是我給妳們的信息 還有妳的照片 所以我覺得 妳必須找出妳的優勢 那我們在談這樣很簡單 妳的FB的宣傳 我們這一百個天不叫 如果妳每天現在共同會一樣東西 妳們一百個都 就一百個去洗腦 洗這些業績 妳們知道有多少沒法的人 每天不知道在線上 我一堆 我每天看到 對 那個流行李隨便一堆也是 人家一堆都給安藏 那是都歪了一天哪 這都親自貼膽 對啊 或是貼膽就可以 那我 我會比他拿來做生意 其實大家都知道我會PO我的作品 所以很多其實包括我的客人 包括我的學員 他們都弄我的藍打技術好 都不得了 剛剛還在弄我小鬼 還在家裡 長得不漂亮 所以看我PO錯名都PO被贏了 那個都需要被編排 成功是需要被編排 妳教育小孩子也需要 我的青妹是在我的思考 我心思想 剛才我長大 那她是有沒有在我的那個 當然有 我昨天晚上就跟她說 明天早上媽媽6禮拜 你不會PO你 讓妳看還請 因為我晚上看 我真的只PO一聲 我好像接線 這個也是編排啊 如果我昨天晚上沒講 今天早上我打他 可能都回見 她就跟我說 媽媽我也6禮拜起來 我說好 我6禮拜快給你開始去 這個也是安排 你要做每一件事 它必須有重複的安排 那所以如果你們今天江湘特 你有沒有認真 你們去要跳場 你們一百個人PO 歐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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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PO 預設建築 我永遠 概念都丟得了 那我們有那麼多的東西 我們各可以PO OK 然後再來呢 你了解對方的 早上那一口問我 現在流行怎麼發行 手繞盪 一堆 其實我上天又會做那麼高練習 我本來幾乎都是 蘭頭髮跟糖紅的 可是後來呢 我發現 不行 如果我要突破 我必須在糖黃裡面去下一點風 所以我就上了 你插歐勒歐勒歐 你們聽不懂 要不然你不用錢我才去啦 要錢我都不去 我二妹有去跟他們接觸 那為什麼呢 其實他們也沒有優勢喔 你們知道他們去年炒肯這個 跟一個中立的百萬名詞合作 所以我們必須要了解很多 其他的廠商做的事 我都會了解 他們跟中立有一個百萬名詞 叫艾琳合作 然後他們的店在台中 我不知道 你怎麼知道 是艾琳群 他們吵得很熱 他們就在 就在我們的那個 連鎖店裡 你知道他去上課 一個設計師 你躺到四千塊 我就是不去 我真的覺得太貴 然後我二妹就去了 我回來就跟我說 既然是空 是可以空 但是你一直出發 然後後來為什麼會吵一陣子 因為聽說他們就不進過 只是想套教育賺錢 所以有人去檢舉他們 檢舉他們的理由 你看所有的正派 真的要套用了 超姐早上跟我們分享 那你的心不正義 其實它是沒有辦法的 可以很好 那為什麼我今天可以在這邊看看兒大 我真的是出自內心 我覺得我有麻煩的福報 就是我擁有了這麼好的一票 夥伴其實包括你們找的客戶群 我都非常的感動 因為我覺得他們雖然比較本土一點點 可是我覺得他們非常好看 本土現在可以做到解 你要回歸了 對 我雖然外型時髦 但是我的眼型姐姐很多 所以才會哄 然後呢 所以我覺得他們非常的好開發 因為他們不知道的事情太多 所以我們必須有責任 我包括我 我站在這裡 我就要告訴大家 我有責任去把這些好的東西 去傳達給你們 而你們必須去傳達給你的客戶 當你們可以聽聽說 爸爸老師其實今天沒有什麼 就聽聽聽聽我 一些一些概念跟我的想法 還有一定要點心話 你不能拿你說 我以前剛這樣起來講那句話 我覺得 對 因為我一直在做重複的事 我雖然在快到28年 我是屬於資深 可是我一直不要再沉迷在 我們什麼以前的年代怎麼樣 你只有跟現在 你到現在多少年輕人多 我們離開 所以我們必須看一看 就是我們資深的 你去用新的方法 這些新的新秀 你覺得你搭不過他們嗎? 我是我們店的業界部 妹妹起來的 我唯一的助理就是我們店 然後成為現在就是對 就沒有辦法 那家庭應該沒有我利用很低 然後我給我有20%的股份 這個就是足部的安排 它一點都不難 難得在於 如果你不願意聽進去 不願意去做 你讓人沒有福報啊 福報是你自己也要願意去付出 所以剛剛我說 如果能夠聽進去 好待會全家 我們今天上這樣的課那麼好 全PO100個 比上洗版 我們的客戶一定會看到 其實昨天小明後 我們兩個去道場 就很多學生說 哇 優秀的是什麼呢? 你們去替我們把關嗎? 我們說當然 你覺得我們的客戶沒在看嗎? 每天看 我隨便穿哪一件衣服 還有客戶LINE給我 我說老師請問 你可以幫我買嗎? 所以我還有一件賣衣服 真的 那這是SB跟LINE的力量 尤其有很多 我不知道心臟有個理由 他每天都LINE我 他去抓我的照片 直接 那我們再講抓照片這件事 來 給大家一個概念 當你們的懶高超級的時候 竟然怎麼推懶高 你的懶高跳不出去 問題在哪裡? 你覺得他沒有優勢嗎? 怎麼會沒有優勢? 啊 剛剛那個和樂賣給我後 我會氣死我 可是他很紅 有沒有聽過 最近就吵很樂一個叫和樂 你們都不知道 都不知道 背首是誰 這個膽障 太安定了 我為了這個 我會去想很多 然後有我們的優勢 阿剛叫的真的叫什麼 阿剛老師 可是他單上的太高了 然後他現在是幾個 都是廠商人做 他推合了 聽說他找的廠商 就是找的製作 我連這個都知道 就很普通 但是為什麼 很多 我們的美髮系列都知道 因為他教育 他每天都開直播 你們知道阿剛老師在SB開直播 多少人看 然後因為他的態度也是很好 那我只是要告訴大家 你們必須要知道 那我們要怎麼做 怎麼突破他 我們不要這麼想 連華華老師都幹不過阿剛 怎麼辦? 你自己 我教你怎麼做 如果我是你們 我會推社長 我們剛剛說 有陳老師說 推老的 人會沒辦法 對嗎? 老的就說 老的就說 可是如果年輕的呢 你用這一套沒有用 年輕的麻煩你們準備好圖片 不管你是用Line給他 或是FB已經紅了 甚至做縮卡出來的圖片 為什麼你們不要自己製作 如果是我是你們 帶子隨身的 是我們的懶高懶出來 你不要回家看 我們問我們說 我老的那是怎麼做 為什麼不是 你們掉進休假這麼多 我還不能休欸 謝謝我們 對不對 還有阿弟的 我昨天看到好多阿弟的頭髮 髮子都不好 聽了懂我說的意思嗎? 答對於 這個時候結構式負法要出來 那如果要開始結構式負法 你為什麼不去試? 想辦法 他老是一個外賣的 那不買那一盒 很簡單嗎? 你既有的產品裡面 有沒有人可以告訴我? 你覺得既有的產品裡面 哪一些可以推結構式負法? 他如果不買那一盒 你既有的產品不能推嗎? 有沒有人可以答出來 答出來等一下我幫我拿一下 有人膽子又不買 既有的產品裡面 就是他在既有的裡面 所以有幾樣產品 是如果你們推不去就會給你們點的 你看有沒有 紅質素 HR的重現精華 這個是這兩年我告訴你們 只要有漂頭髮 有要燙頭髮的 沒有用是絕對不行 包括男生 那男生待會我告訴你們 40歲以後的男生 包括我們首領 最怕中風 我待會告訴你 那個也是非退不可 非退不可 我們先講那個 我說非退不可的 我們的紅質素跟重現精華 假如你們推不出去 真的是你們的問題 因為我最近去交口 我就告訴我的夥伴 如果你們推不出去 是你不夠專業 而且是你的錯 真的錯 因為現在沒有健康髮 我女兒大概挑了五次 她的髮尾 一下給我說她藍色一下 說她藍色一下 說她的紫色 其實我都弄到內部 所以她髮子表面看起來不一樣 但是內層 那為什麼 所以我必須一直幫她重建 那頭髮呢 一般我們聽到的只有三層 其實真正 其實我佛一直在被考試 有12層 你只要可以告訴客戶 你先跟她說 妳就哪一樣小產品 來來各位哥哥妹妹 還有老師 妳們猜我擺有幾層 每個都跟妳說三層 那這時候開始我有興趣 我說如果猜對了 送妳整個 真正是12層 所以當妳只鋪表面的東西 她是沒有辦法 我心想說 我的顧客群 每一個讓我懶完頭髮 其實我在開始懶溝通的時候 就是要買配套的東西 回家去 是保護我的臉子 而且我說 麻煩你們一定要聽我的話 所以我沒有客戶購買產品 那我要把這一套交給我們的顧客 所以重建精華是我們的顧客 我記得我去年這樣講 購買一定個都有賣跟同之數 然後我都會跟我的顧客說 想說妳自己給我做一次是800 妳自己買一定1500 可是可以用的還可以四次 幾乎一定買 我告訴妳 如果回去上來今天隨便妳啦 隨便妳們要怎麼睡覺 或是個家隨便忘記我 我會怎麼樣 妳只要重建精華跟同之數沒賣出去 妳以後不要到過啊 我們就要從戳身而過就好 因為真的賣不出去 那太誇張 沒有任何一個人法制可以不打理 他必須去滲透到第12層裡面 所以回去以後等一下直接就跟工廠訂過 有沒有聽到 妳們要先訂定了以後 妳們才快得出去啊 妳們沒訂穿這一次講 那個都沒有用啊 然後妳一定要怪總監給妳訂這麼多的業績 所以妳自己沒訂進去啊 然後第二件 當妳重建打了之後 或是通知處 他必須妳叫他躺躺 他一定要稍微用水風機水過 水過之後可能打兩次到三次 妳們知道我為了挑這一錯 我要來上課 因為我那天蓋太深了 我就要一直挑 一直挑的時候 把全部都跑掉 我就一直重複打 重建精華 所以才有辦法 那妳必須重複 它是可以一直重複使用的啊 五次也沒關係 那我很多客人因為 過年前他們堅持要打 然後我的客人幾乎都完勝 如果妳們靠我SB 那我硬要燙油 我真的一定要打 我為了我要破我的高精 那所以我就一直打 我告訴大家絕對不影響 很多不專業的 它才會認為會影響 它是水減碳白的東西 它不是油脂的東西 所以在燙染前 跟護法的打底 這是一定要的 泰國客人告訴我 說 老師 阿姨都買了 不要買這碗 它怎麼會影響 還是它有高精護法 都不影響 它就是一定要買的 然後一定要買的 第二件產品 茶素系 我沒有買的品牌 雖然我更新啊 我是資產 但是我覺得茶素系 是我這輩子 我覺得 我客人都是六點八個 那我也是高速特度這樣 就是我們的學業 為什麼 因為每一個人的手上 他必須有兩瓶洗髮精 一瓶一定是保濕性 因為有抗膽後專有 另外一瓶就是 我個人真的很偏愛茶素 因為我茶素真的賣出去 沒有人過 每一個都問我還有特價 茶素是唯一 所以全部只有兩量精油 可以接觸頭皮 皮膚 薰衣草跟茶素 所以茶素是他們家 其實我有問過 它連嬰兒都可以用 像很多嬰兒也會出汗 都可以用 那你告訴大家 你們知道我都怎麼推客了嗎? 我說 這瓶茶素是我待會兒 我們上課告訴大家 一定要有兩瓶的洗髮精 那這瓶是我幫大家挑選 我已經幫大家挑選過了 所有市面上 茶素含量最純 安價最評價 所以剛才你們一直在講價錢 我覺得我們公司的價錢超評價的 因為我接觸太多太高價 我覺得高價到不可思議 我們自己那一瓶是一個很壞的廠商 他都會好貴啊 他看自己當廠商 真的沒問題的人 我會跟你說 還要給他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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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每次看完說 廠商還規定我們 然後呢 他是所有 我幾乎都這樣講 我一直幫你考試 那如果你口袋夠吃 你要買高級 不要單價的也有 如果沒有 我真的覺得這一瓶超級適合你 我相信如果你 早就LINE給你的空群 是這樣的概念 尤其在夏天 誰敢不買啊 除非你真的是夠人玩 看你就怎麼樣 承認自己夠人玩的舉手 都沒有 都沒有 還耐不出去 噢 生氣 蛤 這是第二樣 第三樣 你看 我剛剛講過 你們都聽 我大概只能講四到五樣 我的時間 不然我應該每天都賣得出來 我記得波瑞斯都聽不懂中文 可是我剛剛一起做 不是波瑞斯 敲了金 他曾經說笑話 跟我們一起作秀 但是他聽不懂我在講什麼 他只看到我自己圓 跟台下環 他在後台跟他們說 沒有啊 應該連他媽媽都賣得出去吧 不過我媽媽真的幫我用了 我不年前的大廚師都是他來幫 然後每天要指東西來叫我杯拿給我吃 然後每次要打電話給我 我說 你看你還好 你做人要去騙你 然後這樣才有福 說真的 我有麻煩你 好 欸有沒有人想愛我啊 開玩笑我自己 我自己要留著 我多愛他 好 好 所以呢 第四樣 去掉十雙 剛剛小鈴友講過 你的客戶群沒有藍法的刻數 沒有藍法的刻數 他就真的 他的型看起來 人家就不想讓他設計啊 聽得懂嗎 這個時候你們都沒笑 齁 你這個客戶真的看起來 你不想讓他設計啊 就真的 真的很像隔壁的姐姐啊 隔壁的阿姨 那怎麼辦 他可以推去餃子 其實我 我這個案例是我自己寫的 我面前有一個 呃 台北的客戶 他在 我忘了他在哪裡 他跟我發想 我嚇死搞不好 他把那個外型很普通 後來我說 他一天做八個去餃子 把我給嚇死 他就賴我 然後因為他很相信我 他說他只是聽進去我的話 就照顧我 其實模仿成功人 剛開始是模仿 後來變成自己的特色 之後你就會很理究 你就會很自然 像我覺得我拿起麥克風就是很自然 如果每天重複做這些事 那去導致我最近怎麼推我的男生客人 我男生客人超多 不是因為冒霉 20年前真的死 現在真的沒有 現在沒有人寫卡片給我 然後呢 但是我男生的客人我都是 因為幾乎都是只有剪頭髮 那剪頭髮怎麼辦 可以去導致 我幾乎 那其實之前很多男生 他也會搞得到價錢 他都不想 那因為他們也會加我FB 其實我男生客人很多都加FB 但是我男生長專業 因為我常常在FB上面講頭皮的觀點 因為頭皮老大速度是臉的六倍 身體的十二倍 所以你們看我身體皮膚這麼好 可是不見得頭皮的皮膚會很好 所以呢這個概念就有 然後再來 在我的生活圈裡面 這個年齡層總共的超多 太恐怖了 我就用這樣來討論他們 按摩頭是最好的一個方法 當然你不能有三高 你如果沒有三高 你再加上按摩頭 其實你中風幾乎幾乎滿的 我就這樣講 幾乎每個男生都說好 真的 真的 那我們那些客戶群 你沒有看南客 你只能開發什麼 頭皮 所以我們頭皮的東西 你們就可以去配套 然後所以我記得那一天 我台北排了一條頭皮養護的時候 我還記得 你把他一直打電話給我 然後我生氣 他說哇老師 他們說要叫你講 你要怎麼 怎麼講頭皮啊 如果你要講配套 我就告訴我 我就不要交了啦 你就告訴他們 只要他的客戶願意買 我保證你們頭皮裡多 這一塊有電信會非常不到 沒有燙牛奶 你坐在那邊滑手機幹嘛 就是入爐為客機 我每天被我發電 全部都靠了 你時間上面的安排 所以你們在推廠品 也要在時間上面的安排 章皮進去 今天回去以後 這段時間是燙籃最可能的一月份 那怎麼辦 頭皮都不吧 我剛剛講的 但是這兩樣你就主推 這兩樣快要到夏天的時候 快要到夏天 可能你五月的時候 就開始燙籃 你那時候把你的髮片也差不多做好了 我不會忘記我剛剛說的話 你的髮射髮片也幾乎做好 你的作品應該也準備好 但它準備漂亮 你不要馬上的照片 沒有人會看 這是我一直堅持的 就是當我們是要做縮卡的時候 麻煩你自己要想看的東西 還拿給客戶看 所以這個頭皮去角質 一定要回去 把頭皮的資料背一背 沒有的話我都很多 超多 我可以背得多巴爛燒 然後所以呢 最後一樣就是SD 我記得總監 因為總監一直 就是剛曉雯說的 我們是在台北起家 那我記得超姐 你是看到偉多說SD 那SD是我這輩子 完全不會 完全不能不飛的東西 其實現在事件上 酸性藍超多了 那為什麼 因為一直在用牛欄 除了霧桿之外 其他量感 全部都是用酸性藍 或SD做出來 就要錄進去 那霧桿我們做的 SD做不做得出來 做得出來 它只要稀釋掉 你如果稀釋掉 你可以用髮油 或是我們的調度 那這個概念 你要給客戶 其實只要你們自己的頭髮上 我剛剛有說 我對外長的要求嚴格 你們剛剛我看到 所有的頭髮上面 沒有我覺得很 可以代表我們的顏色 這也是我要求 包括其實如果你們在看我FB 我那兩個助理都死毛 都不是我 我們是永遠在 對不對 我是永遠不提出他 我帶兩個助理 他們大概一陣子一陣子 就一直換顏色 那換顏色的時候 這些喜歡藍色的人 他就會開始去找尋很多的產品 那我們SP的 SP的最大的利益在於 我們除了他真的是 不是防染 那哪還會有殘留色素啊 SP完全不算他 只是產生的護髮霜 又可以掩蓋頭髮白髮 白髮 其實我都大概說60% 我從來不講過滿的話 或是不足 那你只要跟我們的顧客這樣講 幾乎都會做 他這兩次的永久藍事件 一定要做一下 那你們自己的頭髮 其實我剛出來那兒啊 我就一直看 所有我的媽媽都是小姐 其實每個都可以做SP的 每一個啊 對我來說 除了光頭之外 其他都有 都有利益 真的要給小孩 我想到小朋友的可能 做去角色能夠 因為新春期的小孩 很多人 頭皮會有回到 其實我告訴你們 只要回去吃完 問自己的小孩 只要他頭皮有異味的 做去角色 保證 馬上有效 頭皮確實 我們的那種好保證 保證 而且我說的是不好保證 我不是教師 但是我真的覺得 絕對有效 OK 說到這兒 耶 你看我 我好好 好唱 好 那最後一下結尾 可是我看到幾個人在偷睡覺 氣死我了 喔 喔 喔 對啦 拿東西 可是不是正品喔 我可不送正品 我現在是等著要拿正品 馬上 沒有忘記我剛剛的承諾 卻忘記住 好我想 雖然我沒有很強的 簡報的能力 但是 我覺得 剛剛講的 武總監 簡單的是 重複做 我剛剛講的其實 我告訴大家 只要我剛剛講的 那幾個方法 你去開發 我告訴你 無往不離 絕對無往不離 我相信 我再重申一句 我是你們的客戶 我的心 代表了全部 而且我在 雜物生活 我全家 我們全家都是做雜物 我的閨蜜Nancy老師 我東吳店的那個 我沒有其他行業的朋友 所以我要控制我吧 其他幾乎都是造型界 那這些人真的好簡單 你只要很很 跟他有交情 交心 你真的是 重新出發 然後你去 我們不討論對方的不好 我們只想 我們自己的好 然後呢 告訴大家 通往成功的大道 其實很寬廣 你們知道為什麼 因為可以堅持到那裡的人很少 所以我就覺得路好快 哈哈哈哈 如果你覺得路很窄 不過 你覺得路很窄 你覺得在生活待的很辛苦 你覺得北威總監更多嗎 中威總監更多嗎 那個 南威總監更討厭 然後 客單位我忘了 好隨便 那就是你的問題 因為我看他們怎麼看我都習慣 我怎麼看蔡小姐 蔡小姐是我壓低答應 我看到她 我的心情好 我覺得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福報在 就是擁有大家 那當你有這些想法的時候 你要擁有這些福報 只有分享 只有分享 我覺得我現在道歉 就是我一直很想 那為什麼我們的客戶 很喜歡我 我從來不談 就是 商店是歧視 我一定要領到錢支配 沒有 我是沒有辦法出門 但是 我願意 只要我願意錢 我就希望 他們真的可以做到想法 因為都上班這麼久 我不希望到我們這個年紀 還上班很久 你也可以跟你的顧客那些直升的 其實我那些直升的學友 我都告訴他們這樣 然後呢 聽進去福報 當他們在跟你抱怨心事的時候 其實我跟大家分享一小段 就好 是在 我們有一陣子 每次到各個單位去交朋友 然後很多學員交友 賴夫一直跟我講他的心事 講他什麼 希望過過很多的 那其實如果我工作量真的很大 然後我們只是外港年紀 還是會累 所以回到家 我就覺得很棒 然後我女兒當初 又有一家小朋友聽話 然後我就剛好跟我的朋友抱怨 然後我朋友只送我一句話 我訂進去喔 他說 媽媽 他們越退人去越需要你 然後他們都是喜歡你 一直跟你說謝謝的時候 你知道嗎 一抱就在慢慢的進去 然後我就突然轉念 後來我就開始 就因為一個轉念 我覺得什麼事都轉念 如果今天 如果今天 我有這樣的人份 如果讓你們對這家公司 對這些產品 對你的工作 有一點點的轉念 總覺得都不枉費我們做糕點 是吧 然後兩人都在偽造 你會說愛是原 你是在偽造 哈哈 然後 我想 你就會有一些不同的思維 然後 只要你有不同的思維 你轉念了 你一定會愛這份工作 你愛了這份工作 你愛了這個總監 你愛了這些夥伴 你一定會有方法去愛你的客戶 只要你願意愛他 但是不可以亂談戀愛 哈哈哈哈 就一定會有練習出來 我保證吧 因為我深信 我在快樂有五百多個設計師 五百多個 你知道我們那些年輕貿易了多少 有什麼病 找出你自己最大的力氣 不是那個力氣喔 有力的力 然後那個大器小用的能力 你一定可以創造在生活企業 不一定就 不實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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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如果是我 大家不要互相讓我進來 我馬上第一個 第一號人我一定要看得到大 哈哈哈哈 我打比喻 我還以為你 但是 任何一個 我看到錢多的人 聽進去的人都會年輕的人 錢多絕對沒有失手 我每天事情溜到很煩躁 我跟多女兒都說 上個月不要吵我 我每天都看到我回家 我問我女兒說 我問我女兒 你媽今天心情無法 啊 真的嗎 我開始修練 我一次修 修到現在我覺得 你就開心吧 我真的承諾我們吃起來有一把比其下也有 我就很開心啊 然後昨天看了這樣的調查 然後今天來看他對我們的服務 我覺得就是有感動 這麼感動 泡味力量 你的口袋就會夠深 最後祝福大家 謝謝